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 我是一只茶魔人 众所周知 方舟二是一款或许会发布于2023年的电脑游戏 但就在昨天 我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 方舟二或许会推出手游版本 目前正在募集开发 可恶 之前我还做的视频 阴昂怪奇那些以为方舟二是手游的人 这让我怎么办 而且方舟二手游已经目前被官方证实 啊,这个消息是真的 可恶 这对于早就玩腻了方舟一手游的玩家来说 简直就是普天同庆 干净开箱兵好吧 无论是对于方舟二的玩法 还有全新的开发工作室 这都是方舟一不可比拟的吧 但还是得承认 方舟一手游一开始确实很好玩 但目前呢 方舟一手游已经发布至今四周年了 地图只有一个孤岛地图 还是远古的地图 也阉割改动了很多东西 优化还有bug啥的咱就不细说了 之后再开个视频说吧 既然确定了方舟二会出手游 那就再和大家探讨一下 方舟二的一些基本信息吧 游戏的故事背景是在方舟一之后 在这个世界应该不会有太科幻的科技 就是那种真正的远古原始大陆生存 还有全新的游戏生态 听说每一种恐龙都会有特定的运动方式 不会像方舟一一样 恐龙刷新出地图就只会在附近走来走去 或许在方舟二中 他们会添加迁徙 内部战斗互相互动等等 还有就是方舟二的画质画风也会有一个全新的提升 不过目前可以得到的信息非常少 但尤其的大体咱们还是可以清除 当然了方舟二肯定会优先登录于电脑PS Xbox等主机平台 手游肯定会延后发布的 不过这个方舟二所需的配置和优化 根据方舟一来看 简直不可想象 这个手游具体是采用那个物品字 还是买断字 这个咱就不清楚了 既然我们一起来敬请期待吧 那么好的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赶紧at或者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看吧 本期视频强烈建议点赞上连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重新燃起你那颗 被方舟手游一做磨灭的游戏心态 期待在方舟二手游中再次与你相遇 那么好了 这期一直插门了 咱们这期视频也就差不多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